随着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的告疑段落 日本因新冠后遗症而产生的健康问题 越来越受到医疗专家和普通民众的关注 日本治疗新冠后遗症的专家指出 约有10%的人在感染新冠后会出现后遗症 甚至有些人的后遗症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感染新冠后出现频率最高的后遗症症状有哪些 如果您也有以下症状就要注意了 精神方面有记忆力减退 集中力低下 失眠 头痛 抑郁 身体方面有 倦怠感 关节痛 肌肉痛 麻痹 呼吸器官症状有 咳嗽 有痰 呼吸困难 胸腔疼痛 消化器官症状有 恶心 呕吐 拉肚子 腹痛 没有食欲 体重减少 此外还有脱发 味觉嗅觉障碍 心跳加快 身体浮肿 以及性欲减退等症状 不要小看新冠后遗症的长期化 一项数据显示 645名患有严重新冠后遗症患者 经过治疗 有76.4%的患者有所好转 但后遗症完全消失的人却很少见 甚至经过一年时间的治疗 只有15%的后遗症患者能完全好转 日本医生警示 不要小看新冠后遗症 不要盲目试探自己身体的底线 从后遗症的角度来看 新冠肯定要比普通的感冒更为凶猛 特别是感染新冠后的两个月内 非常危险 那一旦出现了新冠后遗症 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呢 关注注视会社东阳视频号 明天告诉大家 如果您有复日治疗 体检 美容整形 免疫细胞治疗 干细胞治疗的计划 详情咨询 您可以扫一扫视频中的二维码 或在视频下方留言 与东阳医疗取得联系 东阳医疗 让您和您的家人 越来越健康美丽